國昌花園 主席還有本院委員 上一次時代力量黨團提出整個資安中心 設置條例的廢紙案 正是因為我們非常的重視資安 因此在目前整個政府的架構下面 整個資安的設計 重疊嫁屋 雜亂無章 全責不分 在過去幾年來 有非常多的學者 包括中研院的院士 李德財教授 對於過去馬政府不送是資安 整個資安的架構 混亂 雜亂無章 已經提出了相當明確的指證 廢除資安設置的條例 正是希望新的政府 能夠記取過去錯誤的教訓 重新的針對我國整個資安體系的建構 建立一個完整的方案 如果說過去馬政府對於資安的體系真的有重視的話 就不會僅僅是設立一個資安辦這樣子一個任務的編組 沒有專責的人員透過界調的方式來處理這麼重大的事件 更重要的事情是如果中國國民黨真的這麼在意資安的話 為什麼在去年11月23號委員會審查整個條例的時候 我們看了兩個委員會聯席的審查 只有一位立法委員出席發言 只有一位立法委員出席發言 我們沒有辦法想像 這麼草率的資安設置條例 到底是怎麼通過的 最後在沒有討論的情況下 主席自己片面宣布 所有本來在技福中心的人 要團進團出 這樣主席片面的宣布 竟然也成為我們的科技部 在3月的時候 提交到本院的委員會審查的時候 竟然敢捏造說 本院要求行政部門團進團出 根本沒有經過實質討論審議的過程 只是主持會議的主席 自己做這樣片面的宣布 我們必須要再次的重申 資安非常的重要 正是因為非常的重要 所以我們才會提出這項廢紙案 要求新的政府 再記取過去錯誤 教訓的前提下面 能夠重新的整頓 我國整個資安防護的體系 那因此 對於這一項廢紙案 我們希望 能夠得到各位委員的支持 而否決中國國民黨 所提出來的複議 謝謝 謝謝 謝謝黃委員 为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